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教练好 教练好 我在学校是很厉害的 整个学校都知道我很坏 所以学校的印象读我是 你是个坏小孩 他们所说烂评过 Vincent没有讲考 他看到我的那个 能力 我觉得家长把学生送到我这边来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把他们本身 自己有的条件 把他们做得最好 然后在我有一次训练的时候 一位先生走过来告诉我 他是Jarrett的老师 然后问他什么事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很好奇 他说为什么Jarrett在这里 跟在学校好像两个人 他在五访的时候 他很努力 很专注 然后 还会帮助 还会帮助教那些 小的师弟 这些 我知道Jarrett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Jarrett的底很好 Jarrett是一个 非常讲义气的一个孩子 讲义气 然后很忠心的一个人 底是好 而且是聪明的 我知道他是能读书的 然后我就跟他的老师配合 然后我知道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进国家队 我一定要培养他 因为只要他进了国家队 他就会有一种精神寄托 有了成就 就是说比赛有硬的奖 也让我感觉 自己其实没有这么坏 没有这么懒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好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很像怎么样去 尊敬老师 还是不要欺负同学 名称是一个cont explaining しかos 不是每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 apt 有些 有些 我的偶像 都根本就没有这个 虽然一个人 都没有 他们就是自己在外面 这样 这样 So 我学到的这些 好的 那些 values correcter 我会 share with other 朋友 现在我不想让他做男生 我要他做男人 所以我在培养他 我觉得他做得到 对他来说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他也是一样在去年东南亚运动会也拿了金牌 然后现在也正在帮我教学生发扬这个武术 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教练 他的风格又跟我不一样 我是很严 首先我会先理解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从那里根据到他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孩子也是很热烈的 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会理解为什么他会热烈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孩子是 注意力可能不够 家里给的注意力不够 还是每次给人家看别 后来理解了 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当你一直在教他们的时候 你也看到他们一直在跟你学 说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责任 当你觉得他们有一点点说 要off track的时候 你会把他们拉回来 就是很natural 当你用心去教的时候 你会对这个孩子有感情 我就会不动 你会不会做的 我会想知道 你会不会做的 是很明显的 你会不会想办 是这么多的 你会不会做的 你会不会有事 你会不会有事 你会不会想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